我們來看這一位 很常跟大家分享精品的王思佳 他最近上節目時 也拿出一顆愛馬仕包包 不過網友就發現說 這個包包怎麼好像長得怪怪的 質疑他是拿假貨上節目 那剛好最近有一名苗條達人 陳若萱他有在臉書上 影射有一名女星拿假包 讓整件事情整個討論度更高了 對此王思佳也有作出回應 陳若萱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過去在頂好名店城買衣服時 就有看過一名女藝人 跟著媽媽到隔壁商家買假包 由於世主平常太常炫富 外界完全沒有想到 這個人會去買A貨 後來又再發了一篇文表示 看到一名女藝人疑似拿假包上節目 但女兒出門也會用 跟觀影玩在一起 此事已經被國外網紅截圖 現在就坐等該女星澄清影片 陳若萱的發文 被聯想為影射王思佳拿假包 對此他緊急發文澄清 兩篇講的女星是不同人 他第二篇文是希望王思佳 趕快發澄清影片 打臉那些質疑拿假包的人 而王思佳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回應表示 這幾天他和孩子都感冒身體不適 一開始真的沒空理這些傳聞 但既然大家這麼在乎 我們之後會拍成影片跟大家說明 再來關心到的是這一位南韓正妹直播主 企鵝妹 她最近是來台灣這個直播徒步環島 那其實他非常親民喔 在路上如果他遇到粉絲跟他簽名啊 或是要求拍照的他都會答應 其實有看到我蠻多IG的朋友有跟他合照 好像都剛好碰到他 先幾天好像在內湖 哇 我怎麼沒有遇到 我也在內湖 我也有遇到 那天經過新北市的那個北海岸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拿著那個直播 但是因為我在車上 我就來不及停下車來跟他 哇 所以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親民 願意跟粉絲們互動 不過呢 最近出現一位狂粉 攔住他 要求他上生日快樂歌 這讓他就忍不住落淚了 時候呢 企鵝妹他也正式公告 他以後呢 只接受拍照跟簽名 企鵝妹在不少新聞的YouTube 頻道底下留言發布公告 提到他很感謝大家 對他環島挑戰的支持 台灣人的熱情跟好客 讓他既驚訝又感激 對於和他見面 並且支持他的人 他都非常樂意跟他拍照 還有簽名 不過話風一轉 企鵝妹坦言 有少數人要求他唱生日快樂歌 要他幫忙打廣告等等 對於他來說 要拒絕別人的要求 或是直接說不 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不想讓對方感到難過 因此企鵝妹正式公告 之後他只接受拍照跟簽名 他不再接受過多的要求 如果大家能夠理解 他會非常感激 接下來我們看到網路上近日非常受到關注的 也就是 湖北一名武漢的幼兒園老師 他在抖音就上傳了 遭到兒歌的片段 還因此爆紅了 那他演唱的歌曲 小小花園 更突破益次的觀看 被網友封為 花雅蛙老師 而爆紅後 他就嘗試開直播來聊天 一晚就收到了 相當於十年薪水的斗內 讓他來果斷辭職 在什麼樣的花園裡面 挖牙挖 種什麼樣的種子 開什麼樣的花 挖牙挖老師精緻五官 加上挖挖音 配合有趣的手勢 交到兒歌小小花園 粉絲數瞬間衝到超過四百萬人 而挖牙挖老師嘗試開直播 瞬間有到至少十萬人在線觀看 而且禮物斗內狂刷不停 短短直播一天 就累積四十萬到五十萬元 的人民幣斗內 約一百七十七萬 至兩百二十二萬元的新台幣 而最後果斷辭職 進行直播帶貨 三場直播 共賺了兩百萬元的人民幣 近九百萬元的台幣 看到網友瘋狂斗內 他瞬間哭了出來說 太高興太激動了 直播一天 收入超過我十年的工資 謝謝各位大哥 哇 這個人是太羨慕了吧 這樣挖啊挖就可以有 這麼棒的一個斗內耶 那我們也來挖一下 你要挖挖看嗎 對啊 做什麼樣的種子 挖呀挖呀挖 來來來 現在看觀看的人 立馬給我抖內起來唷 不能輸好不好 現在是太羨慕了 直播一天抵十年的收入 對 我們好像沒辦法做手 是因為我們手上拿著紙 對對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下播後 我們就一起開直播 挖挖 好不好 希望也可以抵過我們這個 一整年的收入 好 接著呢 轉換焦點 帶來關注到的是 昨天呢 發生在桃園巴德的 一場車禍 遊民男子疑似違規左轉 導致直行的駕駛 來不及閃避直接撞上 騎士當場是被撞飛 而撞擊的驚悚畫面 現在也已經曝光 桃園市巴德區四號 發生驚悚車禍 圖姓男子騎車經過 建德路於中正二路處時 疑似為二段式左轉 突然切出執行 由謝姓男子駕駛的轎車 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騎士當場被撞飛 頭部重創 血流入住 當時休假經過現場的 巴德消防分隊隊員正宣稱 立刻向前協助 並聯繫對上救護人員到場送醫 圖姓騎士送醫急救後 目前仍有生命危險 而謝姓駕駛酒色值為零 後續肇事責任 仍有警方調查釐清中 接下來我們關心到 雲林縣北港鎮一名 年近七八十歲的老翁 他平日靠減回收還有微薄的補助 與智能障礙的大小兒子 來相依為命 不過他擔心自己走了之後 兒子沒有人照顧 因此希望外界伸出援手 協助安置他的孩子 蔡姓老翁與兒子們居住的鐵皮屋 十分老舊 門口堆滿雜物 屋內也十分昏暗 一家三口一天只吃一餐 飯菜還是從蔡市長撿回來的剩菜 他甚至沒有床 只能睡在躺椅上 由於大兒子因為生病 會在村裡瞬間來裸身遊走 隨地便利 讓附近的鄰居感到很困擾 如今老翁已經將近八十歲 很擔心自己如果不在了 兒子們無人照顧 因此希望有相關單位 能協助安置兒子們 里長表示 目前已經有慈善團體願意幫忙 重新搭建蔡家的房子 預計下週二就會施工 但最重要的安置問題 仍然為獲得幫助